苹果调查 车被尬山路 北宜公路上演投文字滴 近年因电影投文字滴效应 国内掀起三道飙车热潮 但警方统计北台湾最热门 有台湾秋名山之称的北宜公路 去年共发生交通事故168件 造成5死143伤 今年前四个月也传58件事故 3死38伤 苹果周末深夜 创北宜公路知己 改装车级超跑车队 在三道飙效技术进行幻跟 车队现在公路起点 或国道实定呼区集合 接着见到六辆价值3000万的超跑车队 包括0到100公里 加速仅3秒的自产GTR 夜少爷的IG 宾氏C63 及价值500度按的BMW M3等 在休息区排成一列 普通车展十分引人注目 时间一到代头领队下令开跑 一辆辆超跑或改装车 突发出轰隆隆 印记吃闹 驾驻油门 浩浩荡荡开往平溪 苹果试图驾驾驶 但车位急速奔驰 三年间不时传出轮胎过弯 湿湿插地声 不到三分钟 苹果就被狠狠甩开 只看到前方车位灯在黑暗中 留下一道炫烂的残影光机 中华赛车竞速竞技协会说 台湾没有足够的赛车场 及赛事满足玩家 他们只好相约去三道跑 你有尝试的在台湾 就是申请像山道啊 风路啊这样子的比赛 其实之前一直有在像 一些机关单位去申请场地 但是无奈于民众跟里长 光是里长那边就没办法多一段 就每天练 然后练久了之后呢 就是那那个越开的速度 就会越快 然后应该是配得比男生好吧 就是你可能超过了前面的 那个男生的鬼车 或是你觉得他开得很慢 然后你超过他 然后看到他一点就是 怎么会是女生超过我车子的表情 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会有莫名的那个坏感 不过新店几分局交通大队 呼吁行驶三道时 切勿禁速违法超车 以刑警法令 若非法禁速 最高罚24000以下罚还 若聚众禁速 否触犯公共危险罪 可除五年以下有期不刑 东新闻综合报导